栖心動作詞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早 大家早 早 uk base on line rage一整日的電影姊妹早,早 我們來到文素記的31章 31章分段很清晰和簡單 第一節到第一節是一段 这一段讲到耀华的复仇 以色列人成为了复仇者 然后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另一段就是得性的归来 然后二十五节 一直到四十七节 这里讲到老物的分配 然后四十八节 到最后就是向神献上的感恩 好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虽然经文有点长 但是故事性就非常之简单 好 首先第一节 耶和话吩咐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神在这里一下子就跟摩西来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在这个仇报完之后 后来之后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 这就是神给摩西的一个最后的任务 这是Moses的最后的任务 这件事情 摩西为神完成之后 其实摩西的时间就到了 摩西都要平平安安的归去他的列祖当中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是摩西的最后一个任务 可以这么说 摩西领袖了这个任务之后 第三节 摩西吩咐百姓说 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志派中 每支派要打法一千人去打仗 摩西领袖了之后 摩西就传递这个神的意志 在这个传递上面 摩西特别指出 你们要带兵出去攻击米甸人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所以摩西看见 其实当这些米甸人 这样来攻击 去侵害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其实所得罪的是以色列背后的神 所以这场仗是一场的胜战 这场仗是为耶和华的 复仇而战的一场战争 在这里也看出摩西的信心 因为其实神吩咐摩西的时候 并没有说要动用多少兵力 如果摩西的信心是不够的话 那会怎样呢 全军进出 有多少就出多少 放在二十岁 因为前几张刚刚才数碟 第二次数点百姓 二十岁开外能够打仗的数目 已经了言于空 每个支派有多少人 其实摩西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全军进出 即是不达目的世不罢休 有多少人出多少人 晒他流亂出尽他 但是你看到这里就是摩西就是每支派是派一千人出来 带着兵器来预备打仗 这是摩西的信心 摩西很清楚这一场仗一定会赢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场仗不是人去发动的 这一场仗是神亲自吩咐摩西的 也是摩西的最后一个任务 所以摩西心里很清楚这一场仗一定会赢的 而且这一场仗是要为神来报仇 神亲自一定会出手 为什么是为神来报仇的呢 是因为米甸人和摩牙人 他们一起用一个诡计来代以色列 这个诡计就是让他们的妇女引诱以色列人 以至到以色列人跟随摩牙、米甸的妇女 来拜偶像 这个就是一个淫乱的罪 这个拜偶像其实就是神最讨厌的一件事 本来我们时光倒流少少 就是在这个米甸人和摩牙人 这个绝招未出之前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围着会莫安营 他们在唱起这个得胜之歌 《井亚涌出水来》记不记得吗 前面教祖的时候我们神徒都读过 在文素记里面记载 然后摩牙人就找巴勒来奏助他们 但是当以色列人唱起这个感恩之歌 这个得胜之歌的时候 围着会莫安营的时候 巴勒没有办法奏助下去 所有的奏助都被耶稣化为祝福 那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心是以神为中心 和神有一个超强美好的连结 所以这些的攻击 这些的奏助都没办法 临到以色列人 然后摩牙人和米甸人就出了招 绝招了 既然奏助他 奏助不了 结果就是引诱他行淫 这个行淫就是让他们 跟随这些女子去拜巴勒 在这件事情上 就引动耶稣的怒气 结果瘟疫发作 神最忍受不了的就是 人在这么强的神的同在之下 竟然去拜偶像 耶稣是一个寄邪的神 这个寄邪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是在关系上 就是等于我们用夫妇关系 比较接近一点来解释 就是在你夫妻最恩爱的时候 突然之间其中有一方 走去出轨 你想想这个就是神的心情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 变成要为耶和华复仇呢 就是因为摩牙人等等 导致以色列人出轨 所以在神的眼中 这个米甸摩牙人 根本上就像一个小三一样 所以神就变成了 这个就是两个情敌之间的事情 所以耶和华就要起来 在摩西的眼中 这场仗是为耶和华复仇的 所以这是一个复仇之战 摩西就在他的信心里面 就吩咐每支牌打法一千人去打仗 第五节 于是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牌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二千人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所以第五节也特别说到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牌交出一千人 就是说其实他们动用的兵力 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在以色列千万人中 只是每支牌出一千人 一共是一万二千人 这一万二千的部队的人数 其实是真的 对以色列来说是很少的 一群精兵 所以摩西就打法每支牌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法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同去 摩西就打法每支牌一千人 即是一万二千人去打仗 但是他也特别吩咐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一起去 然后这个菲尼哈是谁 大家如果有印象都记得 就是当摩鸽女子和米甸的女子 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行淫乱跌倒的时候 其中一个西缅支派的族长 森利 当时摩西所有以色列人 有一个应聚大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应聚大会当中 这个心里竟然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 这个哥斯比 就在众人眼前走过去 准备跟这个女子去行淫和结亲 这个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 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手里面就拿着一支枪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在这个亭里面准备要亲力的时候 菲尼哈就拿着手中的枪 将两个人一同刺透 因着这个举动 亦说怒气止息 瘟疫止住 这个就是菲尼哈 所以在这个时候 摩西不单止打法 一万二千的以色列人去打仗 他特别吩咐叫菲尼哈与他同去 菲尼哈当然他也是祭司 他的爸爸就是以利亚撒 就是当时的大祭司 以利亚撒是接触亚伦任大祭司 因为亚伦已经脱去胜衣 交棒给以利亚撒之后 亚伦就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菲尼哈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曾经为耶和华 指着这个罪的时候 他手里面是拿着一支枪 一下子就去刺透两个人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菲尼哈是一个勇士 但是菲尼哈这场仗很有趣 他最出名的 就是让以利亚记得他 让神很喜悦他的 就是因为他拿着一支枪 就是刺透了这两个人 但是这次他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 第六节后半他说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 敏和吹大声的号筒 菲尼哈上战场 他上次不是上战场 上次是指着以利亚的罪的时候 都拿着一支枪 可以一下子刺透两个人 这次上战场他带什么去呢 他带的就是 《圣索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 这个图画也挺特别的 如果我告诉你 今天要打仗的时候 有一个人上战场的时候 他拿着一个香炉 加一支号角 没有枪 没有刀 没有剑 没有箭 什么兵器都没有 他手里面拿着的就是 《圣索的器皿》 可能是一个香炉 然后吹大声的号筒 就是这两样东西 他就上战场了 而且他是要上前线的 所以其实对菲尼哈来说 这个圣殿的器皿和号角 就是他的兵器 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是要用手中的兵器 不是用刀剑来去制成 菲尼哈要去到那里 将神的同在 带到这支军队当中 这支军队要知道 他们的得性 不是在乎手中的兵器 那是在乎耶和华的同在 所以菲尼哈所带的 就是圣殿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就是要在那个地方 要在战场的最前线的地方 将神的同在 带到以色列的军队当中 这个就是菲尼哈 所以菲尼哈就和这一万二千人 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第七字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有杀的人中 杀了米甸的五王 就是以魅、利金、苏尔、护尔、利巴 又用刀杀了彼尔的儿子巴兰 所以他们就按照神所吩咐的 就和米甸人打仗 将米甸人所有的男丁都杀了 在这些被杀的人当中 包括了米甸的五个王 这五个王里面 我们特别可以注意的 就是苏尔 苏尔是谁呢 刚才我们说的 有一个女子叫戈斯比 跟西缅族的族长 心里行淫乱 菲尼哈就搞定了他们 这个苏尔其实就是 戈斯比这个米甸女子的爸爸 所以这个苏尔王 其实就是戈斯比的父亲 在这场战役里面 他是米甸族五王当中的其中一个 他都倒在这个刀下 被以色列人所杀 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报仇 后面有一句很特别的就是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巴兰是值得的 是不是 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 其实为什么米甸人和摩亚人这么厉害 想到用这个虎女引诱以色列人 行淫拜偶像呢 其实这一条这样的绝世好桥 就是巴兰提出的 是巴兰将这个半脚的石头放在以色列人当中 使以色列人来到去跌倒 巴兰最清楚耶和华的声称 巴兰最知道什么事情是神顶不住的 因为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巴兰也都知道 发现了以色列人的弱点 他就将这条好桥 教导米甸和摩亚人 米甸和摩亚人就照行 所以巴兰顾思园是该杀的 因为他是幕后的推手 也是幕后的黑手 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巴兰会搞到这样的结局呢 原因就是在这一节里 他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巴兰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个就是问题了 当巴兰出山的时候 巴兰去找人请他出山的时候 巴兰所住的地 明明是在大河边的比夺的地方 比夺的地方其实已经靠近 哈兰靠近 往吾尔的方向去 现在米甸和摩亚人所在的地方 是在南部 巴兰的家乡应该在北部 然后再要向东那边 靠近这个 幽佛拉底大河那边的地方 所以照计以色列人报仇的时候 巴兰还很远 他的两个地点是不相关的 但是这里他们用刀杀了巴兰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竟然巴兰居住在米甸人中间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怎会向米甸人复仇的时候 可以顺手连巴兰都搞定 原来巴兰居住在米甸人中间 为什么他会住在米甸人中间呢 其实他三次就在以色列人不成功的时候 神已经跟他说你回家了 巴兰都跟他说你回家了 以后跟你一刀两断 我叫你就在他 你就走去祝福他 他说你翻了面 翻了桌 他应该是回家的 他自己也说的 他说耶和华 就是我不可以越过耶和华 名说好说带 他都说我要回家了 说完之后没有走到 为什么没有走到呢 可能就是因为他 计算了这一条好招 于是乎 米甸、摩崖人就口代他 去赏赐他 因为这一招活的嘛 这一招一出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就起瘟疫 死了很多人等等 所以巴兰就因为贪恋 这个钱财名利的缘故 住在米甸人中间 所以以至到耶和华复仇的时候 连这个巴兰都一平倒在刀下 第九节 以色列人老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伸促 让困和所有的财物都奪了来 当作老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成一 所有的刑寨 把一切所夺的所老的 连人带伸促都带了去 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得性 将所有的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所有的伸促财物 全部都奪过来 接着又用火烧了他们的成一 然后就浩浩荡荡 带着这些战利品 就回到摩西的面前 我们看下一段 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个差点是一个危机 我们看十二节 将所老的人所夺的伸促财物 都带到摩牙平原 在若旦河边与耶利哥 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法奴 他们浩浩荡荡地 带着所有的战利品就回来了 回来到哪里呢 就是在摩牙的平原 若旦河边 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 就是他们宅宅的地方 他们宅宅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将会是 就是摩西离世的山脚下 望着耶利哥 因为他们已经促世待发 准备过河要进入英去之地 所以他们带着这些战利品 回来这个地方 回来这个地方 来到摩西和以利亚撒大祭司的面前 摩西和大祭司和所有的首领 出来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海船归来 谁知摩西一看他们海船归来的时候 带着一堆东西 都不要紧 还有带着许多的米甸人的时候 摩西就向千夫长八夫长发怒 其实你也挺难激得生气摩西的 摩西为什么会发怒呢 因为摩西看得出 他们心中起了贪恋 其实这场仗 以色列人并不是毫无沾掩的 这个米甸 巴兰亦都在当中 所以其实他们都沾掩了这份贪心 巴兰就是一个贪心的代表 是一个贪的权势导致他的败亡 所贪恋的就是世界 米甸是代表世界上的一个权势 所以我们从十五节看见 摩西怎么说 他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这些一切妇女的活命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再比以这事上得罪耶和华 以至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中凡有出嫁的 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住宅七日犯杀了人的 或一切磨掉被杀的 并你们所老来的人口 第三日、第七日都要结证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匹蜜、山羊、毛绽的蜜 或各样的木器结证自己 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冰冰雪 也说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 那是这样 金、银、铁、石、银、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他经火就为结证 然而还要用除污蔑的水洁净他 凡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他过水 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进行 当他们得性归来的时候 带着这些老物的时候 摩西就向这些君长发怒 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者一切的苦女活命 这只苦女因巴黎的计划 叫以色列人在比以这事上 得罪耶和华以至耶和华都会遭遇瘟疫 摩西看得很清楚 摩西就说 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些苦女带回来呢 其实在这一场仗 这场的复仇之战 复仇之战最大的对象 当然是米甸人 其实在米甸人当中 是什么人让以色列人跌倒的呢 其实反而不是那些男丁 反而就是这些妇女 所以这个焦点 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摩西为什么会发怒呢 你们这些君长 为什么看不清楚形势呢 这一场是一场复仇之战 复仇之战里面的起因 主要的敌人就是这些妇女 因为是他们引诱以色列的心 来去偏邪 拜偶像 所以这个才是目的 竟然你把这些妇女全部存留性命 然后带回来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复仇的计划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完成 这个任务的复仇之战 就带着一个极大的瑕疵在里面 因为我们用打仗来说 你赢了一场仗 赢了 但是你没有殲滅对方的主力部队 你只是把外围周边的全部搞定 然后把这些主力部队留在里面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想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 凡是打仗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对方的主力部队 彻底摧毁 你才可以确保以后可以安审无忧 但是以色列人竟然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 将这些妇女带到来摩西的面前 所以摩西一看到的时候 他马上真是火到来 就向这些军长发怒 幸好有摩西在 摩西眼目非常清楚 他知道这一场仗的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那个主角的焦点在哪里 也看出以色列人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还是在一个贪乱的里面 贪乱这些妇女 贪乱这些美色 贪乱这些东西 以及其实里面都是一份骄傲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大局 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赢了 所以这些妇女不足为患 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焦点已经偏离了 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 我们要小心在胜利当中 原来是很容易失招 很容易走招 我们有时候 在福祉神福祉客福祉客的时候 焦点会偏离 这一场仗是为耶和华的复仇之战 但是到最后 竟然将耶和华最大的敌人留下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走招 严重的失招 但是感恩就是有摩西 摩西将所有东西重回正轨 这个也看得出一个属神的领袖的重要 如果不是有摩西撥乱反正的话 这件事就会蒙上一个极大的污点 幸好摩西就跳出来 因他发二怒 就将这件事重新归正 归正之后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就吩咐这些兵丁要洁净 其实洁净的目的就是要除去这些沾染 除去这些沾染的目的是让人的眼目 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 分别为圣归于神 不要带着世界的沾染 不要带着世界的扭曲 不要带着走招 失招的情况之下 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们全部都要结症 他们就要在这个营外住宅七日 凡是杀了人的 摸了被杀的都要这样去结症 所有努略得来的老物都要结症 就是我们不要将世界的东西 带入属神的群体里面 就算世界的东西为神所用也好 都要结症 要将它的焦点摆正 要将它的功用摆正 不要将一些不是属神的东西 摆入神的会众当中 所以当然结症的条例就是 凡是金属可以经火的 就是用火和除污水来结症 不能经火的就要过水 再用除污水来结症 人也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 要来结症 第七日还要洗衣服 这样之后 经过一轮的结症之后 就可以入营 重新归于耶华的营下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每一次 如果我们的服侍得着胜利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的结症自己 重新的对焦 不要沾染了世界 偏离了我们原先的焦点 这个很重要 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的一段 就是他们如何去分配这些老物 耶和华 晓语摩西说 李和祭司 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 数老来的人口和伸促总数 把所老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 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路羊群中 每五百取一作为贡物 奉及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 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制 从以色列人口的一半中 就是从人口牛路羊群各样伸出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 耶和华障获的利美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衡了 神就吩咐 这些老物应该如何做呢 就是出去打仗的精兵 和留在这里没有出去打仗的会众 各佔一半 所有士兵占一半 以色列会众占一半 然后在每一边的一半当中 出去打仗的一半 要在他们打仗当中 每五百取一 作为共和奉及耶和华 五百取一 就是用来做一个奉献 然后从他们另外 在这些士兵当中 也要五十取一 来做一个奉献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数字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 不如我们读完后面 一次过来看 三十二节 除了冰丁所跌的财物以外 数老来的 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只 牢六万一千匹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 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其中龟饶和华为共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只 其中龟饶和华为共物的 有七十二只 牢三万零五百匹 其中龟饶和华为共物的 有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口 其中龟饶和华的 有三十二口 摩西把共物就是归于华的 举制交给祭司 以利亚撒斯 照着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 分给他们的 会众的那一半 有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只 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口 无论是人口是伸出 摩西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华 会莫的利美人士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整件事是怎样的呢 整件事就是当他们打完 回来之后 老物分成两半 一半是归于打仗的精兵 就是那一万二千人 另外一半是归于 所有的以色列会众 然后两边 无论是士兵那边 或者是会众那边 都五十取一 归于耶和华 作为一个共物 所以冰丁那边又是五十分之一奉献 会众那边五十分之一奉献 但冰丁那边还多了一件事 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 五百分之一 拿来作为一个共物 归交给利美人 所以冰丁那边有两笔的奉献 一笔就是五百分之一 另外一笔就是五十分之一 而会众就献五十分之一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 冰丁摆上他多一笔 但你不要忘记 是将所有的老物分两半 但一半是归于冰丁 冰丁只有一万二千人 是吧 但以色列传会众 是剩下六十多万人 所以你就知道 但这个是神所吩咐的 以色列人后来都是一直这样行的 无论是上战场的 以及在后方的 老物是平均分的 这个就是神所定立的 这个就是他们处理老物的方式 其实那个重点在哪里呢 其实照计来说 这一场仗是神发动的 是神的复仇之战 应该全部都归神的 但你发现其实 大部分的神只是拿五十取一 五百取一 所以其实神是将所有的丰富都留给他的孩子 留给以色列的百姓 以色列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感恩 其实今天他们可以得胜 可以得着那么多的老物 完全都是出于神 所以这个是一个感恩 甘心的祭奉奉上去 也都让我们的聚焦更加清晰 然后我们看四十八节到最后 带领千军的国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 都近前来见摩西对他说 扑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小一人 如今我们将国人所得的金器 就是脚脸、组纸、打印的戒指、耳環、手穿 都送来为耶和华的共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都是打成为的器名 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制的金子 共有16,750摄下 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 就大尽会莫 就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好了 当他们平均分了老物之后 这些军长就近前来来见摩西 他们就来找摩西 找摩西一方面是报告战绩 另一方面他们竟然跟摩西说的 就是他们计算过总数 杀败了米殿的五皇 将整个米殿几乎是灭组之后 然后他们发现以色列出去打仗的士兵当中 并没有短小一人 所有的人都安全无事 竟然打了一场这么大的胜利之后 是零损伤的 这个在战争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说这些军长就说 我们各人将所得的金器 就是脚链、作纸、打印的戒指、手穿、脚腕、耳环 都送到耶和华的面前 作为我们生命的赎罪 为什么会这样呢? 究竟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就是原来这些军长看见了一件事 就是这一场仗根本就是神迹 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万二千人是一个小数 米殿的对方的军力 一定是数量上大大的超越他们 但竟然他们可以赢到一个地步 就是自己这一方面 是没有任何一个士兵有损伤的 零损伤之下可以将对方完全的殲灭 这是一个完全一面倒的胜利 而这个胜利 军长也看出 根本就是出衣神 这是神迹 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竟然发生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在当中 而他们的命竟然可以这样全部保存 没有一个有事 所以他们要摆上这些金银做什么呢? 他说作为一个赎罪银 因为神将他们的性命保存 所以这些金银作为一个赎罪银的意思 赎罪银的意思 就是要将他们的命赎出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样的制 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有罪 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有瑕疵的 但是神的恩典是这样保守了他们 所以他们要将这些金银献给神 来将自己赎出来 他们的罪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 将这些苦女一同带回来 其实他们当中是偏离了 是走失了 但是神没有跟他们计较 如果神收回他的同在一点的话 就不是零损伤的了 可能他们虽然是赢了一场胜仗 但是他们当中 可能都损失了烂脚 可能损失过半的人数 不奇怪的 但是神竟然这样去保存了他们 所以他们都知道 他们就甘心乐意地 献上这些东西 为自己来负罪 重新调整自己的眼目和对焦 让我们看到圣父真是在于神 他们这些军长都看到 所以他们甘心乐意地来献上 因此摩西和以利亚萨 就收拾这些东西 就带进去汇幕里面 在耶和牙的面前 为以色列人作一个纪念 让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共同的一个经历 共同的一个知识 一个认知 就是原来圣父在乎神 也是神保守他们的生命 这个神迹之战才可以这样大获全盛 但也都对他们是一个深切的教导 就是我们不能够失去对神的焦点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在这些战役当中 要紧紧记住 那个核心 神才是一切的核心 千万不要让世界沾染 让这些贪念进入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窥死的 但是神保存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当然要献上感恩 献上一切的赞美 Amen Hallelujah 神是我们的神 神是战彩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是神叫我们真战得胜的 有祂在这里 我们就算撞一难的张对付黑暗的势力 我们都必然得胜 因为祂是我们的主 Hallelujah 来赞美你 耶和华是我的主 比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版主 还要去谁呢 耶和华是我目测 比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心情 比全人的神 比全人的神 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主 比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版主 还要去谁呢 耶和华是我目测 比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心情 比全人的神 比全人的神 耶和华是华 是为你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束虽然有哭泣 将成我们的荒芜 你是我的盆石 是我的版主 我来抓了起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主 比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版主 还要去谁呢 耶和华是我目测 比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心情 比全人的神 耶和华是华 是为你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束虽然有哭泣 一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盆石 我的版主 耶和华是我的荣耀 耶和华是我目测 是为你的顿牌 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束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盆石 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盆石 我的帮助 我们再次来宣告 你是我的盆石 我的帮助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盆石 神啊 你是我们的帮助 主要让我们亲实记得 神啊 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真实记得 只要在你的里面 只要我们专心仰望你 只要我们的心不偏离 只要我们不被世界吸引 神啊 我们永远得胜 我们永远被保护 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认定你 我要专心要爱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新的事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新的路里比之一 我要专心的聪明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在说新的路里比之一 我专心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都要专心的聪明 都要专心跟随你 都要专心跟随你 在说新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都要专心跟随你 在说新的聪明 在说新的聪明 都要专心跟随你 我专心跟随你 那些道路是你和生命 就在你心意 写上一切 祝我真容你 将你的话与谁在今生上 刻在心半生 主啊 我在你体会你 你是道路着你和生命 就在你心意 写上一切 祝我真容你 写上一切 祝我真容你 是主我们专容你 因为我们本来一切 我们所有人都是属于你 主我们算不得什么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主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 给你救赎 都是因为你的爱 你的恩典 主我们愿意来跟从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可以来依靠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必然可以得胜 当我们去认定你的时候 我们去支撑你给我们的力量和应许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胜过手的 主啊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得胜的源头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读到这一章 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出去 去攻击米甸人 去为耶和华报仇 我们看到他们因为 听从神的吩咐 他们出去 去争战的时候 他们就得胜回来 而且他们是以小败多的 当中呢 经文说他们不断笑一人 他们以小敌多 不断笑一人 他们灵损伤的 完全的得胜的去归来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不是 在时子都是一个 在一个得胜的里面呢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生命都有一些地方会软弱 受敌时时去攻击 以至我们又陷入在一些试探的里面 好像以色列人之前 他们被米甸人去攻击的时候 他们陷入在败偶像 或者情欲的罪里面 今天可能我们未必会败偶像 但是可能受敌都会去 要我试探我们 以至我们不能够以神为神 或者我们会被世界的权势都有影响 今天呢 在生命的哪一方面呢 你会很想可以传言的得胜呢 我们来围堵自己的生命去祷告 或者哪一方面你会觉得 我都会容易软弱 可能在情欲方面 或者我们里面会不会有贪婪 我们仍然卷戀世界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们的脾气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控制 或者是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时候呢 继续仍然落在一些负面 我们会跟别人比较 我们会跟别人比较 而因为呢 今天呢 我们去到神面前 我们去祷告 我们说 主啊 多谢你 我们知道呢 靠着自己 我们必然呢 会 是打败 但是我们可以来 依靠你 我们呢 可以去得胜 今天呢 我们再一次 我们去到神面前 你可以呢 告诉神听 你想让你生命哪一方面 你要怎样的得胜呢 你同时说 主啊 你来帮助我 我呢 去 求你呢 去呼服回呢 我呢 可以靠你 得胜的信心 我的生命呢 可以不在远弱 我可以呢 是呢 去争战得胜 无论呢 是 我们可以呢 我们为自己去 去向神去求我们 我们说 主啊 我很想呢 而是深思意念方面 我想呢 我可以继续有积极正面 要去 有一个感恩的心 主啊 我的 我要有一个温柔的心 我要紧受我的言言 要是呢 发出 祝福的说话 在哪一方面呢 你想得胜的 你就跟神讲话 神的 我要怎样去得胜 我们呢 去为自己的生命呢 去祷告 我们呢 我们呢 今早再求呢 神给我们 恢复回 那个 可以得胜的信心 因为 靠着耶和华 靠着圣灵 我们呢 一起开心 用方言去祷告 为自己的生命呢 去祷告 哪一方面呢 你想得胜 我们呢 求主圣灵呢 去兼顾我们的灵 以至我们的灵的里面呢 我们是 顺服在圣灵的管制 带领的下面 圣灵呢 提醒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跟从 圣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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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深僵灌在我们的里面呢 主要你给我们呢 可以呢 去经历呢 你呢 会为我们去争战 总而呢 仇敌事事呢 都仍然可能会想呢 去攻击我们 我们呢 可以靠着耶稣 祂呢 去得胜黑暗的权势 我们可以靠着神祢那个话语 去得胜呢 一些一切仇敌的攻击 是呀 圣灵 求你呢 更多来去充满我们 像呢 第二代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愿意回应神出去 去面对他们仇敌 去攻击他们 去随灭他们当中 一切的妇人 以前过去 去诱惑他们 他们要去面对 靠着神去彻底的不妥协 彻底的去殲灭那些罪 主今天我们都要来 依靠你 去为了自己生命得胜 无论是我们心思意念 我们的关系里面 主要我们来依靠着你 主要求你的圣灵 来充满我们你的灵火 来焚烧我们里面 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 好像昔日 意思是你人 他们的火焚烧 他们仇敌所住的成一形 主要今天你的灵火 来焚烧我们生命里面 心思里面 一切不属于你的坚固形 主要我们要来去靠你 去得胜 我们不妥协 你愿意我们完全 圣结归于你 主要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仁 我们要跟你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不愿意有任何 拦阻我们跟你之间关系的事 圣灵力更多来囂观我们 充满我们 将得性的恩都 去加给我们 圣灵力更多来囂观我们 他们在他们当中夺回那些脑袋 过去的仇敌 在我们生命里面偷舍 为害 杀害的 主要今天 来恢复 恢复我们破罪一些 不好的关系 或者主要我们要靠着你 我们要见到 我们跟随你的心意 去活的时候 在你的次序去活的时候 主要我们的经济 都要蒙福 主 多谢你 因为你愿意为我们去争战 你愿意加力给我们 将得性的恩都去挑伴给我们 主 以至我们可以 去每日的生活里面 靠你去胜过受敌 一切的攻击 主要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或者弟兄姊妹 你觉得你都可能在 你觉得跟神的关系都挺好 或者你在服侍 都有服侍 今天经文都再提醒我们 在胜利的当中 你都要去警醒 我们不要松懈 不要去骄傲 我们继续对准回服侍的焦点 我们知道我们一切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 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为着神 主要你将你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你是记者的神 主同样你将这份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以至我们不偏离 我们就单单 我们做一切为了来爱你 回应你给我们的爱 是主 使用你的爱包围保护我们 祝你来保守我们 如果在我们在胜利当中 祝你保守我们 继续感恩谦卑的与你同行 你帮我们警醒 以至我们不受世界任何的沾染 我们要传言的洁净自己 我们过了宿罪日 过了煮盆节 祝我们很想继续有你的同在 很亲近地与你一切 按着你的带领去前进 祝你来帮助我们 祝你多谢你 我们教会将你的进入 已经开始在另一个阶段里面 多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一周年的堂庆在来 主要我们 多谢你为我们预备地方 弟兄姊妹 这一刻 我们都为到新日611去祷告 我们求着继续去引领我们 我们预备我们要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真的为着成为 快此打量的新器具 我们越大很多 弟兄姊妹越大很多新朋友来到 我们求着去保守以至疫情可以受控 我们继续可以去聚会 可以很多人一起去敬拜 将最大的感恩赞美归给神 在我们未来11月1周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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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要涌入你的角度 很多的愚群要进入你的角度里面 主要我们要成为 有快此打量的新器具 被你去使用 是潔症的 是可以为你收装架的 而且你必定给我们全然去得胜 因为你说我们要去使一切的山领 被打得粉碎 一切的肛灵都要如同控屁 一切受敌的作为 在我们家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朋友生命里面 都全然要被粉碎 一切的烂阻 奉耶稣基督的宣告 都要完全被粉碎 主要圆燃你的角度 愿你大大的使用你自己的教会 继续带领我们去前进 继续在你的同在里面 主耶稣 我们多谢赞美你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文素基31章第9节 以使猎人老了迷连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伸促养群和所有的财物 一刀夺了来当作老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主的圣一和所有的形寨 把一切所夺的所老的 连人大伸出都带了去 这一张圣经 以示的人 起来为要和服寿 经历一场极大的胜利 但当中也有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他们心中的贪念 这个危机就是他们眷恋 这些迷殿的东西 这个危机就是他们 焦点模糊 甚至失焦走焦 你只会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里祈祷 求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 特别是当我们的人生在一个信景 在一个丰盛的景地当中的时候 不至于失去焦点 不至于走焦 以至于我们的眼目不是定征在这些财物上面 这些财物 这些脑物 其实是因为背后有神 但很多时候 以示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财物 这些脑物 竟然忘记神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祈祷 求神保守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可以认清我们的焦点 可以对准神 让我们心中对神的跟随 对神的感恩是不会失去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举起手 来为自己祈祷 主耶稣求你的圣灵 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耶稣你叫我们眼目所定征的 不是世上的东西 我们所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 我们所定征的 我们所思念的 乃是天上的事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眼光上上的注视你 让我们眼目单单的定征于你 主耶稣让我们心中清楚 主耶稣每一件事情 那个核心焦点 你的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如同摩西一样 成为一个贴近你胸膛 贴近你的心怀意念的人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眼目清楚 主耶稣让我们可以看见事情的本质 主耶稣以至到我们所行的 以至到我们所做的 都合乎神的心意 主耶稣求你这样大大的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疤难的权势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贪恋的权势 一切世俗的权势 都要从我们身上完全的离开 主耶稣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 独独的来到跟随你 主耶稣祝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 完全祝福大家